字幕君 李宗盛 台獻神入京大廳 粉絲歡呼聲此起彼落 演員提摩西夏樂梅 為了電影《沙丘》第二部 抵達南海宣傳 滿是笑容 特地停下來 收禮物也幫簽名 演員奧斯汀巴特勒 以及女主角雷貝卡佛格森 也一併參加這次的電影活動 21 22號兩天除了有記者會 還安排紅毯與影迷會面 你不懂得每天玩角色 Timothy makes it look easier 大鬥場面精彩 延續《沙丘》第一集故事線 描述主角保羅亞推迷的崛起 也必須在 摯愛與命運間做抉擇 還記得三年前 在韓國賣了3.9億台幣 台灣也賣破1.5億元 氣勢將繼續延續 在韓國電影預售票 已經賣超過11萬張 預計這次不僅會和劉賽希見面 甚至當紅玩偶Pensu 也會有互動橋段 年紀28歲 身世大好似乎可以 從七年前的《淑女鳥》開始說起 你做什麼 讀書 翻譯音樂 滑在河海 當年雖然是配角 但同時用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申請演技趁勝追擊 打賞名號 近幾年還有像他們 千萬別抬頭 電影不斷推出 還有去年底的旺卡 也是代表素之一 顏值 演技兼具 幾乎快成破1票房保證 也難怪邀約不停 TV宣諾 超常見到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